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对这个阳节什么态度 首先我想问大家 你们说的阳节是什么概念 哪些节算是阳节 五一节就是阳节 原来春节五一十一 三个黄金周 那这三个黄金周里 严格意义上来讲 除了春节是自己的节日 五一和十一其实都是阳节 五一不用说了 一八八几年 我忘了 美国芝加哥工人为了争夺 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 举行大游行 后来被第二国际定为国际劳动节 这是五一 这是五一 这个节日 现在美国人反倒不过了 然后咱们中国 比别的很多资本国家也过 过这个五一节 所以五一就是阳节 国庆节 严格意义上来讲也是阳节 因为中国历史上哪有国庆这个概念 中国没有国庆这个概念 只有皇上生日 万寿节 皇后生日 千秋节 只有这种哪有国庆这个概念 你说清朝都有国庆这个概念吗 大清建国268周年 有这概念吗 这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这种概念吗 原来撒黄金钟 三个七天长假 俩是阳群 大家也不都过得津津有味吗 五一也过 十一也过 然后都在高速公路上堵着 背儿嗨 公路拍子堵着 背儿嗨 其实大家讲啊 就是高速公路堵车的时候 是女孩择序的好时候 为什么这么讲 高速公路上堵车 可以看出这个男人三样东西 第一 最直接的 能看见车吧 开什么车呢 QQ 保时捷 都在那儿趴窝呢 都在那儿趴窝呢 你不就有目标了吗 你是找QQ 还是找保时捷 不过一般保时捷在高速公路上堵着的可能性非常小 保时捷都是晚上去夜店的 人家不用在高速公路上趴着 所以就是QQ 保码插三 这靠谷了 这就好了 保码插三 你可以选一下 这是第一 看这人的经济实力怎么样 第二个就是看什么怎么样呢 脾气怎么样 反正我这人是不能经历堵车的 我只要一经历堵车我杀人的行动 那你看这凡人堵着车的时候听着音乐笑嘻嘻的 有车干哥 这人皮的好 没问题 第三个 大家都堵在高速公路上了 看谁憋的时间长 对吧 看谁憋的时间长 能看出这个人盛不住 对吧 所以这堵车的时候三大堵 堵车三大堵 择序三大堵 第一经济实力 第二脾气 第三肾功能 全看都不来 所以如果这个女孩们说 不知道在哪找金龟序去 高速公路上啊 五一十一 这个春节 什么节都无所谓 你过哪那节都无所谓 关键是你把这个节过出节外来 为什么这个传统节是开始放假 不就是因为韩国人把那端午江陵记 申报了个文化遗产吗 然后中国人就一下弄了 这端午节是我们的 韩国人没有把端午节申报为他的文化遗产 是他那个端午江陵记 江陵那个地方端午节的那个祭祀仪式 那个典礼申报为文化遗产 中国人一看就急了 我们的节日怎么韩国人给申报文化遗产 两回事 韩国人还把他的太庙音乐 申报为这个文化遗产呢 那你也急 太庙中国人的东西 韩国人我们也要弄太庙 和太庙祭祀谁 你这不可能啊 所以中国人一看不行 我们得过自己的传统节 怎么我们这节 韩国人过了我们自己不过 才开始放假 但是我也不是主张那种说反对洋节 因为我觉得 在中国 什么节都是有钱人的节 穷人的节 那个那个那个 劫难的劫 本来这个 你像这个都市小白领 就够苦逼的了 一个月挣那么点工资 交了房租 交了五险一金 拿到手里都没多少 好不容易交个女朋友 今儿 二月十四号情人节 意思意思吧 意思意思吧 一顿饭 那天饭还都涨价 你说这商家多老呢 那天饭全涨价 玫瑰花都涨 平时十个钱一支 这时候一百亿支 买一支你不好意思吧 对吧 然后买礼物 好不容易二月十四号熬过去了 突然有一帮人站出来说 我们不过洋人的情人节 我们有中国式情人节 得他们又来一遍 对吧 来来又来一遍 所以我估计 这些小伙子应该挺痛恨这帮 抵制洋节 保卫这个中国传统情人节 所以我觉得这个 什么节其实都无所谓 但是就是我说的那话 你要明白这个节的内涵 你过这样的节是最有意思的 如果你只是吃吃吃买买买啪啪啪 什么时候都不行 什么节对你也都无所谓 因此你问我对洋节是个什么态度 就仨字无所谓 或者说这都不是事 或者说什么都是浮云 我就这么个态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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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